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紹的是我們公司的 新的這個4k免區的截取卡 這一款 叫做febom 179 plus的HDMI截取卡 那這一款febom 179 hdmi截取卡的電路版長這樣子 您的這個左手邊的圖案 他的接口呢 就是有一路一鏡的hdi鏡 還有一路的環出 也就是說你可以接電視 那他這個usb的輸出呢可以接可以輸出到4k 也就是說啊您今天要接一個4k的HDMI的視訊 那輸出到電腦的時候可以到4k febom 179 plus啊 他跟這個febom 169 一樣是走BOCMO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 要發展這個febom 179的目的就是將這一支原本的 febom 169的這個截取卡進化成4k 那我們還是保留了他BOCMO的這個好處 BOCMO是什麼 BOCMO就是說同一個時間點可以同時插入多支的這個截取卡 好 那我們建議是這樣子啊 因為 這個 febom 179他是走YUV模式就是沒有壓縮的 所以我們建議是一台電腦插入兩支 第三支以後才能仍然是建議用169 好比如說你今天要插三個視訊來源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febom 179一支 febom 169兩支 或者是febom 179兩支 febom 169一支 以此類推 我們採用的是這一支 那個 dvd player是4k的 然後呢我們將我們的視訊源 接到我們的這個截取卡上面去 然後把接進來 然後把連接到我們電腦的筆記電腦的hub 請注意這一定要接一個3.0的這個 hub 3.0的洞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在做直播之前請你要注意就是說 這個網路一定要用 有線網路這個很重要 一定要有線網路 如果沒有有線網路做直播的話 可能你的流暢度就會很差了 我們打開obs s 好我們新這個視訊裝置 我們就叫179 我們在抓之前 我們這個這一支 4k usb 3.0這個 我們在第一次使用的時候請你先不要抓4k 正重要請你先抓10 那個1920x1080 先抓1920x1080然後呢 選60幀 然後這邊選yuv 然後呢最高幀率就選60這樣子 我們先做到這個地步好 然後呢我們在將這個這個dvd的訊號 灌到這個這個上面去 然後呢將這個hdmi訊號給他 這邊是輸入 這邊是輸出反正出貨會給你可啦 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在用你的遙控器去設定這個dvd 4k30幀出來 然後我們就出來播了 我們在播的時候你會看到這樣子這樣畫面出來 確定有畫面的好確定畫面的時候我們就 去選這個 因為我們該選的是1080p嗎我們就這時候選4k 3840x2160 然後呢這邊又選這個 最高 然後這邊要選nb12 好這時候你看到畫面就是4k的 當然這邊的聲音也要抓 這樣子 好 所以你看到現在就有聲音跟影像 好所以現在看到就有聲音跟影像 這邊在動這邊就代表說這是dvd player的聲音 好這邊就有影像沒有問題的好 當然啦你要這時候你要看什么netflix啊什麼都可以沒問題的 你看這樣都沒有問題 我們在耳題面面一下 就是 這個這支擷取卡能在做設定的時候第1 一次請你一定要先設定成1920x1080 這是我們ipad嘛 所以你在這邊的時候你一定要先轉換成這個1080p 你不管是什麼設定你一開始就先設1080p1920x1080p這個絕對不會有錯 設定完1920x1080確定沒有畫面 確定有畫面的時候 你在網上挑挑挑看 好 然後如果真的沒有畫面表示說這一個 HDI的視訊可能是 4k60帧 或者是你的那個 視訊也根本沒有4k 這樣子好 所以我們 那你就要想辦法再從你的這個dvd或從你的那個視訊來去調 調成這個4k30帧 這樣就可以使用了 比如說以這個例子來看 你看哦這個我們就一定要先設定成1920x1080 那如果你今天設定成這個 3840x240的話 哇他就沒有畫面了 因為呢這個視訊源就只有1080p 所以你一開始設定成1920x1080 這樣保證絕對沒有問題 好 啊當然啦我們剛才連接的這個是ipad當示範 還有這個 sony的4k的播放器做示範 那我們也有很多的應用 比如說啊你今天 可以將你的這個ipad 當成是一個外置的這個攝影機 那我們在出貨的時候也會跟你講說 哪一款app是適合用的 然後我就可以用成一個 乾乾淨淨的這個畫面 當初是一個攝影機 啊這我們出貨的時候都跟你講說 這個app到底是哪一款使用 那除此之外啊我們還可以連接這個pc pc當成是視訊的來源連接進來 那我特別強調是 這支這支做的時候特別強調這個pc 進來的 這個文字 會非常的漂亮 所以你今天連接一般的正常 那個word的14或者12的這個字體 擷取出來的畫面是正常是非常漂亮的 市面上的單眼相機或者是一些 攝影機 大部分都能使用 你們在連接這個單眼相機或攝影機的時候 請你務必要先在電視前面先做測試 反正電視出現什麼 擷取卡就會出現什麼 如果你電視沒有畫面的時候 當然擷取卡不會有畫面 早期的一些單眼相機他的 HDI沒有Live的功能 所以你就必須要先用電視先做測試看看 電視出現什麼直播就出現什麼 然後呢 單眼相機有約會出現的是沒有乾乾淨淨的畫面 電視沒有出現乾乾淨淨的畫面那當然擷取卡也不會出現乾乾淨淨的畫面 好那電視有出現乾乾淨淨的畫面那擷取卡就會出現乾乾淨淨的畫面 好這是要再跟大家耳聽面密的地方 當然啦我們這次擷取卡還有設計這個 HDMI的進 這是進嗎 HDMI進 HDMI的出 好就是長這樣子 HDMI的進跟出 那這是要幹嘛 如果你今天要打電動的使用的時候 這個功能就非常的重要 好 那就一路可以接你的螢幕 那另外一路就是接你的這個 擷取卡進去做直播 玩電動玩具最在乎的是視訊延遲 剛剛是假設說你無法接受 擷取卡的視訊延遲 事實上我們這次擷取卡的延遲 只有100ms到 80ms左右 如果你能接受 80ms這樣的延遲的話 其實你不需要再接一台電視使用的 那最後就是我們提到剛剛有提到說這一支擷取卡的最重要一點就是 他是有BOCMO BOCMO就是可以同時插入多支 他就可以同時插入多支擷取卡 然後做視訊的這個切換 好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的建議是這樣子就是 當你要插入兩支的時候你可以採用 FEBORM 179 plus乘以2 或者是FEBORM 179加FEBORM 169 好插入三支的時候 你可以接FEBORM 179乘以2加FEBORM 169 或者是FEBORM 179加FEBORM 169乘以2 好以此類推 接 四支的時候就是FEBORM 179乘以2 FEBORM 169乘以2 或者是FEBORM 179乘以1FEBORM 169乘以3 這樣子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 按照這樣的組合 就可以 做到同時同一台電腦插入多支電腦 多個視訊來源 同時灌入 這個電腦 然後做視訊的這個切換 heat can the purge help is to find a nation is once again right upon us 這是本公司今年出來的新的產品 那目前就是希望能夠補足這個 4k的這產品線的補足 然後呢 我們除了在這個追求解析度的提升之外 我們還不忘初衷的 把這個BOCMO給留住 就是希望在做直播的時候 可以同時插入多支 好 那也可以希望是說可以用這個FEBORM 179跟這個 FEBORM 169舊款的這一支同時做搭配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FEBORM 169他是 這個Motion Z-Pack 他有Motion Z-Pack Motion Z可以讓你的頻寬壓的非常低 那可以更多的這個 視訊灌到你的電腦裡面 那他這支只有YUV輸出 就是沒有壓縮的那他的頻寬就比較大 那當然這樣連接你的那個 那個 頻寬就佔據住了嗎那 這就是物理性的問題啊 頻寬都被佔據住了 他就沒辦法插入多支了 所以我們建議是希望能夠FEBORM 179跟FEBORM 169的同時做搭配 來達到這個插入更多支的這個目的 好以上簡單的報告謝謝大家